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年19岁 6号下午 他从广岛市郊区海田市出发 被派往大支钉参加救护工作 他受了原子弹的辐射 直到现在 还在反复的住院治疗 征兵的身体检查 在当时 我是提前了一年接受的 对 那个时候 本来规定身体检查 是满20岁以后的 但我呢 是19岁的时候 就接受检查了 因为是部队嘛 而且 那个原子弹爆炸以后 我们立即就进入室内去了 还有呢 就是因为那什么 就是因为我 怎么说呢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 所以啊 这个小时候啊 从小这个环境 就把我锻炼到身强力壮的吧 嗯 身体呢 也还是很结实的 那时 我在列车里呢 因为啊 当时呢 我被分配到了千叶县的部队 8月5号的上午呢 我们就是从那 从千叶县出发的 嗯 因为当时啊 我们称的是卖车 嗯 列车缓缓向前行 但是我们也没搞清楚 到底是被带去哪了 我记得 那天晚上 应该是傍晚6点左右吧 列车抵达了京都 可是等到第二天凌晨一看 才到记录 原来 因为空气嘛 一晚上 列车几乎没怎么移动 天亮之后啊 列车才又缓缓开始启动了 我记得到港山一带的时候 大概是中午12点左右吧 然后 继续开启广岛了 那个是在广岛的海田市那站吧 叫海田市的车站 是进入广岛的前两站吧 我们在那儿下的车 因为列车无法再前行了 因为遭受了原子弹的爆炸后 铁路的轨道都融化成像唐原软面面的了 我记得到海田站的时候 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吧 之后我们就走着去了大支丁的 现在让我看着地图啊 我也想不起来当时是从哪 怎么走去的了 应该也是路过了市中心的 那个 大支丁的兵营啊 是部队接管了小学的校舍改建的 对 当时那兵营也被炸毁了 周围的房屋也全都被炸平了 听说是因为刚好有部队在那驻扎的缘故啊 所以才没有起火的 我们到达的那时候啊 看见有的军人已经被压在了房屋的下面了 于是呢 我们马上就开始去救护啊什么的 对 马上就开始了 当时我们是走着去的 时间嘛 我估计大概花了两个小时吧 记不清了 那个时候的事啊 就那样 很突然的 也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的河 听说是部队的另一所兵营在那 让我们过河去救那里的军人 因为呢 军人们都受伤了 在去的时候啊 在列车到达海天车站的时候 我想可能是吧 就看见站台周围啊 全是受了伤的人 他们排成四五行的 一个挨一个的朝车站这边走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纳闷着 但还是跟着队伍离开车站的 在那个当时啊 军队的话都穿皮鞋的 但我们没有穿 就穿了双鞋吧 这是从千叶线出发的时候 于是到了早上 脚上的汗 把袜子都给湿透了 天气热啊 再看看周围啊 可以一眼望穿 房屋都给架平了 而且大部分房屋啊 还被火啊 烧得漆黑的 就是在去救护的途中 当时的我 只有十九岁啊 从没见过死人的 到十九岁为止吧 对吧 所以呢 一路上看到的那些情景啊 太恶心了 刺激太大了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呢 就那样 一路上 可谓是尸体遍地啊 那真是太悲惨了 我心想 这个 一定是 不知来了几百架飞机 来轰炸的吧 可是 我问了一位居民 他说 飞机只来了一架 一架 那 谁会相信啊 简直是 失衡电影啊 房屋也全被摧毁了 完全就是一片废墟的感觉 剩下的 也就是只是些 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做的 残缺房价而已了 而且 房子里面也被烧了 烧得漆黑的 就是那种感觉 这么大的破坏力 于是问了市民啊 却说 只是一架飞机来干的 难道 真的是吗 而且 还听说是空袭警报啊 刚解除之后 刚刚解除的时候 突然的巨响 就爆炸了 当时啊 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分不懂哪是爆炸中心什么的 就是一心的想着去救护 过河去研究受伤者 嗯 那是横川车站以南吧 我记得是朝横川站再往南的方向走去的吧 转了很多地方 到了第二天 也是这样的 一般的市民啊 都在那 没有人去碰的 即使有妇女趴着 倒在路旁啊什么的 部队呢 还是优先去把军人抬走了 如果是一般市民的话 说不定有亲人会来寻找的 对吧 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 我们是去救护受伤者的 我还记得是过了河去救人的 那个时候啊 正逢河水退潮 水退了 所以去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就过去了 过河上岸以后啊 我们马上收集一些周围的草木什么的 然后呢 又拼成了个简易的担架 就是用那些担架 把那些受伤者们都抬到大鸡兵的兵龙去了 可是那个时候啊 部队的军服 袖口有这么大 是短袖的 但是那些军人的手臂 总得比那袖口还粗呢 被灼伤的 皮肤被烧得脱落下来了 露出鲜红的肉 脸啊 特别是脖子一带 那简直是惨不忍睹 他们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了 除了我们这些从世外来的人以外 其他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受伤者了 我们就这样抬着他们去了大鸡兵营 回去的时候 那时河水开始涨潮了 于是啊 在河岸两旁 一大片的 全是一般的市民们 他们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了 那些尸体啊 不断的不断的 顺着河水漂流过来 那场面啊 我们都才十九岁出头啊 又从未见过死人 对我们来说 真是太恐怖了 但是 我们还是得抬着担架过去 当时的河水啊 已经过凶了 还不断会碰着尸体 真是太令人恶心了 简直像是在地狱的感觉啊 那天 天气真是特别的好 气温可能有三十四五度左右吧 很热的 嗯 很多妇女啊 都趴着倒在地上的 只要稍微的碰一下 他们的尸体全腐烂了 一摊水 就这样冒出来了 对那些尸体什么的 我印象最深了 对 然后啊 过了四五天吧 再去看的时候 哇 有大量的蛆 和苍蝇 那简直是 真像是活在地狱啊 真的 说是一架飞机啊 飞来 丢下的炸弹 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们那个时候 完全不知道的 不知道那就是原子弹了 当我知道真相的时候 已经是部队解散了 我回老家之后的事了 而且我也逐渐明白了 原子弹是怎样的武器 在广告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的 对 有的 就是拉肚子啊 首先就是这 那段时间也没吃什么 像样的东西吧 而且进了广岛室内以后啊 连碗筷都没有 是吧 也没有吃的东西 只是 那叫高粱吧 我就只吃了个 用高粱和大豆混合起来 捏的饭船而已 就是刚到的那天晚上 给我们吃的 当然 没有水 也没有茶喝 所以我就喝了几口 附近水管里的自来水 刚喝下去 当场就浮泻了 从那时候开始 一击就拉肚子了 一直到我回老家以后 嗯 一个半月左右为止吧 都没有好转 今年的三月十八号 我去医院的 医生给的诊断书上说 我有糖尿病 高血压 末端神经衰弱 肺间异常 然后呢 是颈椎病 颈椎也受损了 还有 这是腰椎也变形了 这个腰啊 对 还有 腿脚也不行了 我看起来很健康吧 实际上啊 想站 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 医生 医生也得不到 能证明因果关系的明确的回答 对 我 务农去了 那是啊 1961年吧 后来光靠种地生活不下去了 于是就去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那时我种了很多农作物的 可还是说光靠种地生活不下去了 正好有一家造纸公司来投资办厂了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就决定去那工作了 那里是三班交替制 所以我是边务农边去造纸厂工作的 那是1976年吧 还是77年 那个造纸厂倒闭了 于是呢 我又开始去我们街道上的一家食品厂 搞膳食的工厂去上班了 在那儿大概又工作了十多年吧 这对面有个水库 后来有人请我去管理水库 我又在那儿工作了十多年 一直到七十月二岁为止 因为当时啊 社会上有关原报第二代 有很多相关的舆论和报道 我就是担心我们的下一代啊 而且我们还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谴责呢 说我们啊 以受害者的身份 才工作不到一两个月 就能领到补贴什么的 所以啊 我一直都尽量避免去弹起什么原子弹啊 还有当时的那段经历 另外 我们街道上还有一个人 他不是军人 但他是去了广岛之后死的 他比我大两岁 是在广岛当地死的 我曾给那个人的父母 讲了广岛的事 他们听了以后就哭了 说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我们的儿子是根本没法活下去的了 爷爷我呀 是去了广岛的这儿和这儿的 大约四五天前吧 我把那段经历 说给我的孙子听了 我在和我孙子说的时候啊 他就建议我说 爷爷爷 你就把想要说的 可以像跟我说的那样 讲给其他人听就行了 这孩子 一番话说感动得流泪啊 我那孙子啊 真是 非常非常的聪明啊 可爱极了 嗯 他真是太会说话了 让我掉眼泪啊 我希望有年轻一代人啊 对 通过看这些资料 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认识到原子弹这东西 是不能容忍的武器 而且现在美国还在做核实验呢 现在也是 没有停止过的 这是最近来的报纸 上面也说到 说北朝鲜在不断地搞 临界状态的核实验 不断地搞 舆论也在一味地指责北朝鲜 可是美国自身不是也在搞吗 谁搞都不能允许的 对 我也想说 这里最后也强调了的 总之 绝对不能再使用原子弹了 如果将来再使用的话 那就是人类灭亡的时候了 是这样写的 确实是那样的 真的 因为现在的原子弹的威力啊 会远远的大于当年的 如果世界上的弹 再使用的话 人类就完了 真的 我是这么想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